台北市再度有原警染疫 確診的是刑事局真三隊 一名陽性偵察員 他在二十號因為不斷腹泻 請假到醫院篩檢 二十三號接獲通知確診 目前和他接觸的同仁有七個人被隔離 另外十五人得自主健康管理 二十三號晚間刑事局全動大消毒 刑事局也已經分流辦公 避免再有同仁染疫 不過北市陸續有原警確診 台北市刑大真四隊 林姓小隊長加住在萬華 二十號發燒 快篩結果是陽性 PCR採檢後確診 只是台北市刑大正忙著搬家 他十九號才剛進過新大樓 他所屬的真四隊 在舊大樓與真五隊同層 搬到新大樓和真三隊同辦公室 林姓小隊長兩邊跑 除了同隊的謝姓偵查佐 快篩呈現陽性之外 真五隊的黃姓女偵查佐 也傳出染疫 幸好PCR檢測結果 兩人都是陰性 現在真四隊全員十五個人居家隔離 真五隊休假自主健康管理 只是正在搬家 頻繁進出新舊大樓 也讓匡列接觸者恐怕超過百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